我先問一下 因為我塗過 對啊 涼涼的是不是很不錯 你很推薦 好涼喔 應該辣得很清醒吧 當下 不癢 手機部升天 涼到升天 暫天後更嚴重 整個腫更明顯 太刺激 然後我看的時候 應該要換另外一個牌子 對 不是只有男生要注意 我們今天講的 不是只有男生要注意 女生也要注意 只是男生可能更害羞去看醫生 所以胯下癢的原因有哪些 原因有幾個 第一個就是很常見的話 大概就是那個 當然施診是一個大常見的部分 剛剛講到 黴菌感染也會 就是感染的部分 黴菌感染就像骨癩 大家最熟悉的黴菌感染 就像香港腳這種 這種黴菌一樣會感染到胯下 因為胯下是一個 你看溫暖 潮濕 多麼舒適 讓黴菌生活的地方 所以很常會有黴菌感染 會看到我們一圈一圈的紅疹 然後也是會非常的癢 然後胯下 甚至有時候延伸到 揮陰部 那個骨溝都有可能會有 那再來就是 其實 就是男性的同胞們 就是 陰囊畢竟是一個 很容易摩擦到的部位 然後呢 有時候習慣性的燒抓 也都會造成一些失疹 那再來其他的 發炎性疾病也有 就是像大家可能會 有點熟悉的 就小朋友 異味性皮膚炎 或者是像 肝癢這種自體發炎的疾病 也常常會發生在這個 胯下的位置 那再來的就是 就是更難言之隱的就是 戒瘡跟陰濕 哇 對 這個小小寄生蟲 戒蟲戒瘡跟陰濕 都是一個 從產卵蟲去咬的 這個 這個會去找泌尿科嗎 畢竟是胯下癢 我們也是算 負責胯下的這個部位 不過這個陰濕對我來講 其實我有點心理障礙 雖然我日理萬計 擅長危機處理 你是天降奇蹟啊 真的是 我記得我那時候 當總醫師的時候值班 我們總醫師值班很累嘛 比如說36小時沒有睡覺 就那天值班的時候 晚上兩點鐘call我 加護病房call我說 意思意思 病人的胯下有蟲 我兩點鐘好不容易才睡著 只有蟲 我就說 我很生氣啊 什麼蟲 我密尿科只看金蟲 這是什麼蟲 關我什麼事 金蟲出來了 但是沒有辦法還是得去看嘛 為什麼兩點鐘call我 因為 你知道加護病房 那個白天很忙做治療 晚上幫病人洗澡的時候 褲子一脫 腕頭磚洞 哇 那個毛裡面 那個雖然有碎眼心鬆 腕頭磚洞 還沒有碰身體就癢起來 我自己都癢起來 看起來很像跳蚤那種感覺嗎 或是他就在裡面磚洞 像蛆嗎 白白的嗎 你就想像 那蟲是抓著兩根 我不要 他把這個衣毛 當作爬竿 爬竿 對 然後很多你知道 因為 那是一個遊民老伯伯 然後那是昏迷路送來 衛生習慣不太好 怎麼辦 總是要治療 那治療怎麼辦呢 第一個 先幫牠除毛 因為讓牠沒有地方可以 沒有遊樂場 牠就不見了 結果大家刮東西拿來 沒有人願意啊 護理師說那不是我的職責 沒辦法 我只好親自 我哪幾天癢啊 不得了啊 雖然我身上都沒有 但是我就是每天心理上 就覺得好 看了都癢 看了都癢 真的是 不過那還需要 當然是 因為牠有蟲亂 蟲亂是藥物殺不死的 除毛 然後清潔 擦藥膏 一段時間 確定蟲亂沒有孵化 才真的治好 所以這個實在是 非常非常 讓人家覺得不舒服的一個 跨下癢 所以這個其實並不是你 泌尿科的主治 應該是皮膚科的主治 基本上我們 推來推去 被發現了 人不接就不接 對啊 那你看我們的這個 中西整合的中醫師 對於這個跨下癢的 蟲之類的除毛 先區分一下 我們看比較少 跟蟲有關的問題 跟蟲有關的問題 當然就是直接 你就丟給皮膚科這樣子 他們最專業 交給專業的處理 甩開甩鍋 我們就處理一些 跟蟲沒有關係的 包含剛剛講的什麼 濕疹啊 優移性皮膚炎 這種的 那我們平常比較常看到的問題 就是這類型的人 大部分可能身體很快 就像撒基努的兒子一樣 體溫比較高這種的 可能就容易有摩擦 再來就是他本身 因為身體熱 他一定會有很多水 從身體裡面蒸出來 本身那個環境也比較潮濕 就比較容易生 這些病造出來 那其他比較 另外一種類型 也很常見的 我在門診看到的 就是一些 年輕的女生 不太喜歡運動 然後就是看起來 瘦瘦弱弱 很像林黛玉 但是他們也會長這種問題 那怎麼辦 結果後來發現 他們其實就是 運動量太少 其實本身 沒有什麼機會流到寒 那其實他們本身 濕氣也偏重 那濕氣的來源 可能就是飲食的內容導致的 那其實這個問題 就是讓他們 多去曬太陽 多流汗之後 這個皮膚可能 就會自己也好 也不一定要用 好 我們劉醫師幫大家 標誌出來 哪一些人比較容易跨象養 在中醫的這個看診的經驗裡面 來請問一下 在你們也是跨象養專家的 泌尿科 許醫師的這個眼中 哪一些人是比較容易 有這樣子的困擾的呢 跨象養其實大概第一個 還是衛生習慣 衛生習慣沒有注意好的時候 有時候真的比較容易 有時候褲子不換 跟朋友 家人共用一些 衛生用品的時候 真的是比較會 那當然我們的部分 還有一些是 傳染病 所謂的性接觸的傳染病 也是會有這個問題 比如說摩擦生熱了之後 對 基本上是這樣 就是說有一些東西 在交換性物之後 原本在女生身上 沒有問題的到男生身上造成很癢 怎麼會有這樣子的狀況呢 在女生身上沒有問題 那就應該沒有問題啊 這個 基本上 你知道女性的陰道 其實它是有一些正常的陣落 那在她身上其實是 大家相安無事嘛 然後頂端是有一點點白帶 或怎麼樣 經過性行為之後 傳到男生身上來之後 那其養無比 當然是跟個人的這些身體啦 體質啦 或是當時的狀況有關係 因為其實透過我們的節目 蠻多女生也應該知道 我們女生也是可以去看泌尿科的 對 泌尿科不是只看男生的 那來 我們延續剛剛的問題 來撒基瑞來推斷一下 哪一類型的人 比較容易有跨下陽的狀況 久坐 長時間坐著的那種工作的人嗎 對 長時間 就是譬如說開車 公車司機 公車司機 計程車司機 卡車司機對不對 因為我之前看過一部電影 就是有一個卡車司機 因為他是在美國送貨的 然後所以他點跟點之間非常的遠 然後他一邊開車然後一邊倒粉 往這裡倒粉 什麼粉啊 爽聲粉什麼之類的 然後就是保持乾爽 然後就可以知道說 他可能這個地方非常的悶 是不是 所以開車的對不對 有沒有這個選項 有 這個選項嗎 吳醫師 我覺得久坐沒錯啊 趕快開車 然後就確實會久坐 然後就會悶在那邊 然後愛穿牛仔褲的 然後其他的就是可能 免疫力有差的 譬如說像糖尿病的患者 或是有邊認為有 B心形肝炎的患者 其實也比較容易 有時候跨下會有像 苦腺這些黴菌感染的因素 然後可能就是 再來就是可能 比較密的人 肥胖的時候 對 比較胖一點 有一點大腿的 比較會卡在一起的人 這樣也是會比較容易 悶熱出來 因為就是總之就是 濕氣很重 然後很悶 然後就會油膩那樣子的狀況 可能就是以這個 無吉尼醫師的狀況 就可能長濕疹那一種 可是剛剛Sakinu講說 他說看到那個電影是 一直不停的撒粉 玉米粉 廢紙粉那一些 甚至有些人自己擦藥膏 那個是OK的嗎 對啊 牙膏應該也是OK的 牙膏真的 我先問一下 因為我塗過 對啊 涼涼的是不是很不錯 你很推薦 好涼喔 應該辣得很清醒吧 當下 不癢 不癢啊 不癢 暑西部升天 涼到升天 薄荷 好涼喔 真的很涼 當下真的是 所以你有介紹給你兒子嗎 因為這也非侵入性 感覺沒什麼副作用 沒有 三天後更嚴重 三天後怎麼了 更嚴重 整個腫更明顯 他刺激 然後我看的時候 應該要換另外一個牌子 對 完全就是不想看醫生 不想面對 真的很多會這樣子 就真的 這個部位真的超不想看醫生 但牙膏真的不要亂塗 就是順便講一下 是不是有牌子 如果 嘴巴周圍的癢的話 牌子有差 可以換看看 但其他部位的癢 燙傷什麼的 就不要再擦牙膏了 牙膏還是留給 牙齒來用 這樣子 對 爽生粉 就是說一般保持胯下的乾爽 是滿重要的啦 但是一般我們會希望 就是說盡量保持清潔 穿著透風 然後不要讓它悶熱 不是說悶熱以後 我撒粉其實只是 間接性緩解你的不適 但是有一些爽生粉 包括像花石粉一些成分 然後有時候會有些吸入性 或是一些健康上的疑慮 所以說我是不會太建議 用這個爽生粉去 在維護這個胯下的部分 保持乾爽最重要 那藥膏可以自己買來擦嗎 藥膏就是 可是我們如果去藥局的話 藥師都會跟妳說 這個很好 那個很好 而且還有那個廣告要講 看下癢 不過癡 對不對 都已經廣告打成這樣子了 應該可以吧 就是要適合的疾病 才能用適合的藥物擦 所以說妳看剛剛講 跨下癢的原因那麼多 妳到底是長險了 還是長濕疹了 還是真的是戒蟲 或者是殷屍感染了 其實自己一定不知道 藥師沒看到 藥師也不知道 所以他只能推薦妳 有這些藥物可以選擇 但是如果塗了錯的藥 像我們之前就遇到患者 其實他是長弧險 可是他就不曉得 因為跨下癢 又不想給醫生看 因為不想要去拉褲子下來 他就自己買了 濕疹藥膏來擦 想說越擦越不癢了 不癢 擦一擦 沒擦有點癢就繼續擦 就這樣擦了好幾個月 然後擦到後來 就是皮膚就是真的是 變得吹彈可破 我們都知道 類固醇擦太久的話 皮膚會萎縮 會血管擴張 所以整個紅通通 又綿綿 然後真的是 因為皮變得太薄了 但他癢也沒有好 他就繼續擦 所以說千萬不要自己亂擦藥 就是偶爾還是就是 來給我們看一下